中医常说,以形补形,吃猪脑补脑,干吗呀? 嗨,大家好,我是营养师Charlotte 领考压力爆棚,一上考场全忘光 紧张过度还看错题目吗? 这集要来告诉你,如何让思绪活络,目光如炬 情绪安定,答题时可以纹丝全容不打结 猪脑100克里大约含有818毫克的DHA 而DHA是少数可以直接通过些脑胀壁进入大脑的营养素 同时也是构成神经传导物质的重要成分 使讯息传递快速,思绪灵活 但是猪脑中的胆固醇含量极高 同时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吃多会造成发炎,加重身体的负担 眼睛干涩,埋通 DHA是大脑最主要的脂肪酸 也是视网膜最重要的组成 视网膜存在许多感光细胞 当DHA浓度足够时,可以维持感光细胞的活性 将讯息快速传到大脑,让视觉清晰 同时DHA也可以调节板碱线油脂分泌 所以不容易造成眼睛干涩 从哪补DHA比较好? 除了前面提到DHA对视觉和大脑的作用外 也能帮助情绪平稳,可谓一吃三补 比较建议从深海鱼类和藻类中摄取DHA 因为这些食材不像猪脑含有大量的胆固醇 属于低负担优质DHA补充来源 烤前不熬夜,均衡饮食加上充足的睡眠 更重要的是平常心硬烤,一定可以齐开得胜 希望每位考生都能顺利发挥最强实力哦 留言鉴定团,我们下次见,拜拜